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铁定板上装着的是15厘米长的铁钉 竹签这里的竹签也有20厘米 如果在翻越障碍时摔倒 非常危险 因此训练展开前 负责组织训练的连长曾孝波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其实部队平时训练都是过400米障碍 那么巴连为什么又要自己搞800米训练呢 巴连担负着我国西南30公里边境线的直勤 巡逻管控任务 边境线上山势险峻 道路崎岖 为了让官兵们适应巡逻途中的复杂路段 提高作战能力 连长曾孝波带领官兵修建了这个800米障碍场 这个障碍场是依照现有地形修建的 从上往下的坡度大约有50度左右 号口内最宽处也只有一米五 连续跨越的32个障碍户中 有竹签阵 铁钉板 高板和绝壁墙的刻目设置 一旦跨不过去就会有受伤的危险 因此连长曾孝波首先让大家对障碍 进行分刻目练习 设在最高处的矮墙是第一个障碍物 矮墙高一米五 宽五米 在一般人眼里 过这个障碍应该没有太大困难 可在倾斜50度的半山腰上 跨越矮墙会不会增加了难度呢 飞腿出去之后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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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撑一下 好吧 这个地方跨越之后 它又是另外一个坡度 而且是往下走的 矮墙两侧 地势高地不平 地上还有裸露的石头 给官兵们做示范后 连长曾孝波也觉得 翻过矮墙后 不太好地坡平衡 果然 班长李学彪翻过矮墙时就是专业了 这是李学彪刚才通过矮墙时的情况 通过慢放镜头我们发现 在快速奔跑时 它比其他人多了一个动作 李学彪把左手上的墙换到了右手 他为什么会做这个换手动作 这个动作会是他过矮墙后引起摔倒的原因吗 其实跨越800米障碍并没有规定非得用哪只手持枪 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快速通过就算合格 但李学彪却觉得自己左手持枪和大家的动作不统一 在连队中显得有点特别 李学彪在距离矮墙三米时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临时决定把枪从左手换到了右手 以至于翻过矮墙后摔了 其实这个李学彪还真不是一般人 他恰恰是连离五公里越野的第一名 凡是跑的刻目 他从来都没有落下前景 因此他也被战友称为飞毛腿 这一天顾矮墙摔了跟头 小伙子的心里憋着急还要点 而且一定要和大家一样 用右手持枪左手撑墙的动作过矮墙 平时飞毛腿李学彪在巴连听得最多的是表扬 大家对他的军事素质一向都很佩服 可这一次参加八百米障碍训练过矮墙都摔了跟头 李学彪怎么能不着急 不过光着急也没用 还得有办法才行 要想让李学彪快速翻越很强 就必须增加左手力量 于是连长让他做左手俯活成 通常人的左手力量要比右手小 可李学彪左手力量不是一般的效果 别人能用左手连续做几十个俯活成 而他一个也做不了 做完之后全身感觉很累 特别是两个臂真的是软弱 一点力量都没有 做完之后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吧 感觉这个夹筷子的时候手都是发抖的 要强的李学彪跟左手做俯活成叫上劲 他会在什么时候把左手的劲儿印足 又能否顺利通过跨越矮墙这个课 如果说过矮墙是李学彪一个人遇到的困难 那么跳跃铁钉棒可是所有人都面临的难题 在这个训终图上 有些这个高山上面都是这个石头非常尖锋利 有的战士们怕不敢跨越 那么通过这个铁钉镇路线镇跨越训练 那就是这个能够克服这个心理 设置在壕沟内的铁钉板大小不当 每块上都有八十枚到一百枚铁钉密密麻麻 如果单独跨越铁钉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可要在八百米长的壕沟内 连续跨越十多处铁钉板就没那么轻松了 官兵们不但要保持精力高度集中 而且反应还要快 否则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踩到铁钉 这也是连长曾小波最担心的事 他这个铁钉它是纯铁的 同时他铁钉在这个插于铁木板之后 埋设在这个土层里面 如果说战士一旦扣到了或者是摔起摔上去了 就直接维持到生命 贴近实战的训练势在必行 而对于训练中的危险性 八连也同样十分重视 为尽量避免发生意外 连长曾小波给官兵们做完示范后还不放心 他又让心理素质好 跳跃能力比较强的班长王笑荣做示范 可王笑荣也觉得通过铁钉板并不容易 当时我看到那个那么长钉子 确实是心里也有点害怕 一旦抬在上面 基本上这个鞋子就扎穿了 当时是心里是很害怕很害怕 相比班长王笑荣 吴钱松连脚都不敢向前迈 原来小时候被铁钉扎过的经历 在吴钱松的心里早已埋下了阴影 所以这一天 当他看到面前有这么多的铁钉石 现在比其他人更害怕 了解了吴钱松的情况 连长曾小波也不敢逼着吴钱松 跳铁钉板 真能让从心里惧怕铁钉板的吴钱松 完成这个课问的训练 连长曾小波打心里跟着范畴 就在吴钱松跨越铁钉板的问题 有待解决时 李学彪跨越矮墙却有了突破 因为他的左手复活成练得长多了 他可以连续用左手做十几个复活成 再看看他过矮墙的样子 和最初摔了一跤的那一次相遇 右手持枪 左手支撑身体 过矮墙的动作 竟然变得轻松自然 亲眼看到了李学彪的进步 吴钱松也增加了信心 他决心一定要解决过铁钉板的问题 为过铁钉板 吴钱松练信任背衰提供的心理素质 防沙带练弹跳链 也让他的自信心明显增强 那么 吴钱松通过铁钉板 能够一次成功 在随后进行的800米障碍 全程训练中 这个吴钱松又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军事计时正在播出 穿越特殊障碍场 怎么才能让吴钱松 不再因为胆小而不敢跳铁钉板 连长曾小波决定 对他进行特别的心理训练 信任背衰 这个倾斜在50度半山腰上的矮墙 就是吴钱松训练信任背衰的地方 吴钱松要站在矮墙上面 向后倒 下面有战友把他接住 通过信任背衰 可以克服恐惧心理 吴钱松如果能够完成这个动作 过体平板也许就没那么可怕 可眼下的吴钱松 连上了矮墙都觉得害怕 我一看到这个矮墙 感觉没什么 但等我真正站上去的时候 我往前面一看 这个坡好多 往后面一看 这个坡更多 当时我的心里就开放了 吴钱松站在不足半脚翻的矮墙上面 身体根本无法保持平衡 一旦身体向后倾斜 很可能会顺着陡坡摔下去 因为这样看 一看到前感觉挺好高 所以我一样子当时能不怕 站在矮墙上的吴钱松 内心充满了恐惧 可当想到身后有这么多的战友保护自己 心里也就踏实了许多 他渐渐地把头抬了起来 强烈的阳光让他立刻闭上眼镜 而就是因为闭眼 他居然忘记了恐惧 看不到清 那就没什么好话了 少闭着眼睛 像一闭 往后一倒 可以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行不行 我相信 我相信 我能行 一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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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出那时候心里的 看了领导和战友们接着我 那一分钟心里就疏着很 感觉其实连这个往向后倒 其实也没什么 就这么简单而已 虽然通过信任被摔 吴浅松在一定程度上 克服了心理障碍 但过铁钉板 看上去比信任被摔难得多 并且吴浅松最终怕的是铁钉 对他来说 这一关会轻易地闯过吗 连掌曾小波早就想透了这个问题 他没有让吴浅松接着就过铁钉板 而是提出让吴浅松 加强跳跃能力的训练 他过子比较矮 跳跃能力不强 对他是一种非常大的威胁 过这个时间 听过的时候也出现过挂伤 吴浅松的身高1米65 比别人矮了一头 过铁钉板 其他官兵一迈腿就能跨过去 可吴浅松个子小 他担心自己弹跳力差 过不去 因此 在进行弹跳力的辅助训练时 往腿上绑纱带 他都比别人多绑几个 平时训练中官兵们只绑一个沙袋 而吴浅松在双腿上绑了四个沙袋 四个沙袋加起来12公斤 一般人绑上走路都觉得吃力 更别说跳沙坑 做高抬腿和挖跳的动作 可见吴浅松现在的训练强度有多大 按照联理的训练计划 分科目训练应在一周内完成 然后就要进入全程八百米障碍 八百米障碍上 光铁钉板就有十多处 可现在吴浅松连一个铁钉板都过不去 他们训练可不能就半年放松 有好几次我都是已经感觉很难受 我当时准备退缩了 如果我现在总统放进 我还是还作为一名男人 刚刚我是一名军人 八连官兵担负祖国西南边境线的巡逻阵路 险峻的高山是他们肩负职责使命的考位 为了提高在边方巡逻的素质能力 官兵们训练热情各个高涨 练了两天 吴浅松绑着四个沙带跳的高度 也不比别人低 完成了信任背拴心理练习 又提高了弹跳能力 吴浅松该过铁钉板了 我想我能够像其他同志一样 顺利的通过这个铁钉板 克服心理障碍 那么吴浅松跳跃铁钉板 真能一次成功吗 毕竟前两天 站在铁钉板面前 他连脚都不敢往前迈远 看到吴浅松跳铁钉板 战友们都关心的围练过来 这一次吴浅松轻松的跳跃了铁钉板 当我已经从铁钉板的全面 跳过铁钉板的时候 这一分钟是可以说最开心的 因为我的轮廉没有白费 因为我又是过了一个坎 通过了铁钉板 性格开朗的吴浅松 一扫几天来的满脸超鱼 连长曾晓波和战友们 也从心底为他高兴 提高了很大 现在通过这个 实际上的铁钉板 都还比较顺利 在分科目训练结束后 这一天巴连官兵 将要进行第一次800米全程训练 在800米的距离上 设置有短洞 图浮网和绝壁墙 等32个科目 克服了各自难题的李学彪和吴浅松 对这次全程训练 既通满期待 又显得信心十足 这是李学彪过第一个课目 碍墙 他用左手撑墙的动作 非常顺利 这是吴浅松 过第十个课目 铁钉板 他的动作 看上去十分轻松 从一开始的情况看 分科目训练 取得了明显效果 按理说 跨越800米全程障碍 不应该再出现什么难题 可战士们没有想到 越往后 遇到的困难就越多 由于体力消耗过长 一些战士通过障碍的动作 都变了些 但八连的兵 没有一个人切针 五分钟后 官兵们终于迎来了 最后一个课目 绝壁墙 对于所有官兵来讲 这都是最艰难的一个课目 探阅绝壁墙前 他们首先要爬八十多个台阶 上那个坡上楼前走 这个腿已经是完全没有筋的 这个腿都是软的 这样扶着膝盖 到时候 到时候扶着膝盖上去 跑是根本跑不起来 当时只有 我是扶着腿 一步一个台阶 再往上走 八十多个台阶的尽头 就是两米高的绝壁墙 平时看来并不算太高 可在体力严重透支的情况下 官兵人没有一个人的心理 不发出力 尽管官兵们担心 在体力严重透支的情况下 难以顺利完成绝壁墙的判断 但第一次通过八百米障碍 全程训练就退缩 可不是八连战事的情况 每个人都咬起牙关 向绝壁墙冲去 连长邓小博 第一个攀爬上绝壁墙 他站在上面 把大家伙一个个的往上拉 有了连长的保护 大家忘却了胆怯 攀登的速度也快了去 过来到绝壁墙 一个人过来的时候 感觉是挺难的 如果再有一个人 在后面再拉你一把的话 那里就感觉很简单 可能也是心理产生的作用 感觉有个人在倒你 感觉就会轻生肯定 就这样 第一次参加八百米障碍 全程训练的官兵 全部越过了绝壁墙 即使每一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 但他们却享受着 超越自我的惯动 跑完八百米障碍的吴前松 很是兴奋 他当着大家的面 突然跨下了海口 休息个三秒钟 一百二十码的四十标上来 而此时 站在一旁的连长 则将计就计 决定让他们再跑一回 而吴前松和几名战士 竟然真的又跑进了起点 八分钟后 吴前松和几名战士 又跑回了八百米障碍 最后一个刻目 绝必强项 虽然这一次 他们耗费的时间 远远超过了第一次 跑完全程的时间 但看到官兵们 鼓炼精兵的热情 所有人都相信 有这样的边防战士 祖国西南边陲的这片土地 也必定安宁与祥和 他是一个国安常理出招的人 日常训练 他偷袭了下属的狼虎 实力对抗 他又升勤了 友邻部队的指挥人 为了加强官兵的实战意识 他能够出 什么样新奇的训练方法 他带出的名 又是怎样的古灵精怪 军事机时 下期播出 侦察亦特别行动